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因为成员合约等各种问题 组合大多很快就解散了 之后小鬼转往戏剧主持发展 2006年小鬼正式成为娱乐百分百主持人 和小猪罗志祥在节目上的机灵反应搞笑互呛大受欢迎 也让大家看到小鬼的主持天赋 当时鬼猪这对仕途组合真的是笑点满满 然而后来两人因为心结闹掰 小鬼也结束了娱乐百分百的主持 小鬼狂猪生生前回顾二 影视歌三星 多部台剧配角 2002年出演想见你 柯佳燕男友 小鬼推出过不少经典歌曲 像是和卓文轩合作的爱的主弦律 个人一批不屑 而小鬼出演过很多电视剧 像是《终极一般》里的蔡依林 《东方朱立业》里喜欢林依晨的陆依弥 PDMIT的《暗恋鬼鬼》的《747黄辉红》 虽然大多都是配角 但都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小鬼今年还在想见你 饰演黄雨萱的大学男友 杜琪敏 被大家戏称为杜琪学长 小鬼黄红生生前回顾三 杨成林初恋情人 多年后依然是好友 除了曾经的师傅罗志祥外 另一个对小鬼影响最大的 大概就是杨成林了 小鬼和杨成林在就读 华刚一笑时曾经交往过 两个人是彼此的初恋情人 杨成林回忆起这段初恋 显得非常怀念 他觉得自己遇到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杨成林说 两人交往的时候他已经出道了 那时候每次出去逛街 只要有路人经过 杨成林都会马上把小鬼的手甩开 怕恋情被发现 然而小鬼一直都很包容他 怀念小鬼黄红生 杨成林说 我的青春确实就是助了他 他的出现对我很重要 尽管杨成林和小鬼分手了 但是这段初恋情人 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之前杨成林甚至邀请小鬼 到演唱会上当嘉宾 杨成林说 我的青春确实就是助了他 他是我的初恋情人 小鬼看着我朝梦想前进 一路看着我这十几年终于站在满满都是观众的舞台 他的出现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直出现在彼此的各个阶段 怀念小鬼黄红生 Kid在ID陷动崩溃写下 不要问我任何事 拜托了大家 小鬼离世的消息让大家都很震惊 小鬼演艺圈好友Kid也在IG写下 不要问我任何事 拜托了大家 自立行间就能感受到他的难过心情 据悉黄红生生前女友群训 得知消息时正在录影工作 透露目前还正在了解状况中 而黄红生的初恋女友杨成林 也在随后发文道你好友 杨成林表示 我没有办法形容我有多痛 红生对我来说就像家人般的存在 知道这个消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他的好我永远都会记得 也请大家记住 他努力认真有才华的样子 我会永远想念他 他透露自己昨天工作的很晚 妈妈看到新闻后冲进房间 告诉他这个噩耗 杨成林因情绪崩溃 已将原定于下午的工作全部推掉 杨成林和黄红生在华刚艺校读书时 成为彼此的初恋 虽然分手但是感情依旧很好 在黄红生进入娱乐圈之后 杨成林也是各种捧场 毫不忌讳的跟黄红生互动 甚至在杨成林做客节目的时候 被问到黄红生时 表示其实黄红生是自己生命中 十分重要的人物 这对于杨成林来说 确实是很大的打击 同时黄红生的好兄弟罗志祥 也在硬词发文 为什么会这样 两个人从共同主持余百多年 带给观众不少回忆 此外李荣浩也发文悼念表示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人 朋友一路走好 黄红生生前好友 曾一集出演终极一般的严亚伦 发文悼念 写道 鬼 抱歉 我没有经常跟你聚 但谢谢你在霹雳MIT时照顾我和鬼鬼 很难过 希望你一路走好 黄红生突发去世 确实是一个冲击 无论是粉丝还是家人 想必都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 希望他能够一路走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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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转发